今天晚上做一道胡萝卜炒肉 用我妈妈教我的方法 就是用猪油渣 然后和新鲜的瘦肉一起煸炒 煸炒出油脂之后 然后就加入胡萝卜片 然后继续翻炒 不要给它烧焦了 然后继续翻炒 可以加 如果喜欢吃辣椒的话 可以适量的加一点点小辣椒在里面 然后我是下班比较迟了 所以没有来得及切那个大蒜 如果切一点大蒜在里面 一起煸炒会比较更香一点 然后继续翻炒 炒到出一点点汁水 然后就拿锅盖盖就焖 大概焖三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在里面 简单的盐 简单的调味粉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放一点点香菜 再继续翻炒一分钟 然后最后放生抽 放生抽之后大概翻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胡萝卜已经很香很软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